可以这样说 很多慢性生功能不全的患者 他也会并发尿酸膏 就是因为他排泄功能障碍的话 他排泄尿酸的功能也下降 所以他会引起血尿酸升高 但是单纯的血尿酸升高 如果没有伴随着血脊肝和尿酸氮的升高的话 单纯的血尿酸升高 它和肾功能不全不是一回事 慢性肾功能不全早期几乎没有症状 所以必要的体检 就是每年的定期体检是必要的 因为早期像我们刚才说 慢性肾功能不全代长期 湿代长期的早期 它可能都没有什么症状 就跟没事人一样 但是一查血脊肝高了 所以有的病人就因为没症状 或者是血脊肝高了 我也不管它 有的病人就是直接一来 血脊肝就一两千了 就直接进入尿毒症期了 所以这个及时的这个 做定期的这个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穿着来说 我妈妈的状态 也不想用你 做定期的 我妈妈的状态 我妈妈的状态 在这种医院 里面 有什么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